哈囉我是劉澤 今天呢我在家裡呢收到一個非常神秘的包裹 我想說奇怪最近我應該沒有買東西啊 到底是誰寄來的 然後我剛剛去收貨的時候呢就發現呢 原來呢是從品庫里寄來的 品庫里在寄這個包裹之前呢 還是完全沒有先跟我講 所以我自己也是就是非常的驚喜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會收到這樣 可是因為現在聖誕節快進了吧 加上他的這個包裹啊 也有那個貼聖誕節的貼紙 所以我想說這可能是他今年寄給我的聖誕禮物吧 剛好非常的應景 所以我還特地選在我的聖誕樹前面開箱 好我要打開囉 怎麼辦 有點緊張耶 你們先看好了你們先看 是什麼 是什麼是什麼 欸 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東西 欸這是什麼啊 我我我原本不太懂耶 這是雞毛膽子吧 然後裡面有一張他們手寫的卡片 哇謝謝謝謝 因為我跟品庫里的合作啊 是今年才開始嘛 我之前拍那個YouTube的影片的時候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也根本就沒有太多人看 然後也不可能會有那種廠商來找說要合作 要置入什麼之類的 我那時候非常記得就是他第一次來找我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開心跟驚訝 所以那時候算是我第一次真的有很深的印象 我覺得說 哇原來我拍的影片呢 有別的人在看著那種感覺 這樣 今年也是合作了幾次 包括那些書桌改造啊 然後這些紙膠袋的開箱啊 然後手帳啊等等的 然後甚至還有到台北看看他們的聚會 我覺得他們其實真的是很用心的在辦這些活動 然後跟他們合作這次吃啊 也都覺得很愉快這樣 所以就是 啊2020年 品庫里就是 非常感謝你們 欸他們說這個 雞毛膽子是 手工的 然後是他們 啊是他們自己做的喔 欸真的耶 大家看他這個雞毛膽子的後面啊 這邊也有一個那個品庫里的那個 Mark的標章這樣 喔他裡面有說明 講到說他為什麼就是想要送雞毛膽子 就是希望大家2020年所有的不愉快呢 我就這樣掃一掃揮過 這個是感覺清家具啊 或者是文具啊 這些感覺都可以稍微使用的 還蠻可愛的耶 因為我還蠻少看到這麼白的雞毛膽子耶 就是整個看起來很美觀 比如說我要幫我的聖誕書做清潔 就是也可以這樣 好耶 謝謝品庫里 那這支影片這樣會不會太短 那不然我現在順便介紹一下其他 我最近買的東西好了 好現在非常的突然 因為那個一下開箱就開箱完了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今年在PC Home上面呢 有買東西 然後他就是會有送一些PB 然後我那天就是發現說 我還有大概1000多塊的PB 還沒有用掉 然後今年就馬上就快要過期了 所以我就情急之下 想說他們到底要買些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買了一些食品類的東西 想說順便跟大家分享好了 首先呢是最近啊 我就是有點想要在家裡挑戰 就是泡一些茶之類的再喝 所以呢 這次我在那個PC Home上面呢 就買了兩盒 這就是唐寧的很有名的 那個茶葉的茶包這樣 然後我選擇的呢 第一個是 英國的早餐茶 然後另外一個是 皇家伯爵低咖啡英茶 我記得我以前曾經去朋友家還什麼的 然後喝過他們的那個早餐茶 我印象中好像還蠻好的 所以這次呢 我就是買了這兩個那個茶包 所以想說之後呢 在家裡有空的時候 像現在冬天嘛 非常適合就是來泡一杯熱的 稍微療癒一下身心 然後再來呢 我覺得這也是我有點失心瘋 就是呢 我買了一個 午後的紅茶的那個套裝組 因為我自己個人本身是 非常愛喝午後紅茶 但是我已經有一陣子沒有喝了 因為我最近都比較 少在喝那種含糖飲料 不然我以前啊 在大學實在是超級 梁梁梁梁梁熱愛就是午後的紅茶的奶茶的 就覺得天啊 那真的是我人生喝過最好喝的飲料 這樣 那這一次呢 我有久違的買了他的那個奶茶 而且呢 我買了不只一瓶啊 大家看我買了多少 我簡直這樣子是 一箱的程度了 那他的組合包啊 特別的地方就在於說 他是有附那個 琪琪跟弟弟的娃娃的 他就放在這個瓶子裡面 欸 這個拿的出來嗎 我不知道耶 我那時候沒有想到這個問題耶 因為他這樣封這個口這麼小 我要怎麼把它拿出來 該不會是要把這個瓶子整個割開吧 他就是一組這樣 一個琪琪一個弟弟 我那時候想說 欸這樣還蠻可愛的 當作小百事放在旁邊還不錯 欸他其實是三組耶 嗯 我那時候到底是買什麼樣的組合啊 所以他其實不是琪琪弟各一支耶 我以為是只有各一支 然後其他都是飲料 所以有兩個一樣的娃娃 好吧 那我可能是在買的時候 都沒有在看這樣 這一組呢 搭配的是無糖的那個茶 這個是我最近近期比較愛喝的 因為我最近開始喝無糖飲料 所以我覺得這個茶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這個呢我有兩組 然後 嗯 經典的奶茶款呢 就是我有一組 他那邊有三罐這樣 然後他這次買啊 他有在嘉證卡拉赫拉的罐洗包 所以呢 我就有多得到一個這個 欸這個藍色的其實還蠻可愛的耶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上面那個圖案啊 真的有他拿的那個 午後的紅茶的那個 紅茶跟 檸檬茶的那個Mark在那邊跳舞 好好笑喔 啊我發現他這個贈品啊 做的其實並沒有到很精緻 就是有一些小線頭之外啊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這個 你看這邊其實有一個整個 拖線的線頭 整個都炸出來了 就是他整體的做工而言啊 我覺得其實算是還蠻粗糙的 好啦他既然是贈品 我就不要強求太多 然後他一樣的是設計罐洗包 就是可以 嗯 這樣子掛起來 掛在浴室的時候 你直接這樣子用 就會比較方便 容量算是還蠻大的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非常隨意的簡單的開箱啦 就是開箱我最近買的一些包裹 然後還有非常感謝品厚宜呢 送我這個 可愛的 驚喜的 聖誕小禮物 我覺得今年大家真的都過的 算是蠻辛苦的 所以不管今年有沒有人要送你禮物 我覺得不妨都買一個 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送給你自己吧 OK那就是這樣啦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掰掰 OK各位我剛剛呢 把那個娃娃的那個打開來啊 然後發現原來呢 他的瓶蓋這邊啊 底下的部分有設計 就是他可以這樣直接打開 所以娃娃呢 可以直接這樣拿出來 好貼心喔 差點我就要拿美工刀割他的瓶子了 這次啟琴呢 他是做就是他戴一個 那個香菇的帽子的 還蠻好笑的 然後 他的手呢 是做這樣子有點吸鐵式的 所以你也可以讓他這樣子趴著 比如說 貼在冰箱上面啊 然後或者是讓他夾著東西什麼的 我覺得都還不錯 然後另外一隻弟弟啊 他的手也一樣是 吸鐵式的 然後他有附一個這個 木頭的底座 就是你可以讓他這樣塞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你也把他過來 我的聖誕書上面當作 裝飾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我把我的雞毛袋 放在我的書櫃上面 因為我這個書櫃其實是開放式的嘛 所以他時間久了之後 就會有一些小灰塵啊 用這個打掃就還蠻方便 我們來回應 我們來看看